2021年11月17日 現在全世界總共的確診數目就是 2.5504萬4千多 比上一天多了47.3萬多 死亡方面多了將近7000人 去到512.9萬多 最多新疹確診地方仍然是美國 增加了7.8萬多個 死亡亦增加了1.100多人 美國現在每七人之中有個人是確診的 另外就是每424人之中 有個人是因為這個新冠死亡 德國增加了將近4萬個新疹確診 死亡差一個就是300人 英國有37000多個新疹確診 死亡多了200多人 俄羅斯有36800多個新疹確診 死亡多了1200多人 土耳其增加了25000多個新疹確診 死亡多了220多人 荷蘭多了2萬個新疹確診 死亡多了35人 法國多了19700多個新疹確診 死亡多了47人 波蘭多了16590多個確診 死亡多了282人 烏克蘭多了16300多個新疹確診 死亡多了800多人 折克多了11500多個新疹確診 死亡整個人 奧地利增加了超過10300多個確診 死亡多了61人 越南亦增加了超過1萬個確診 死亡多了87人 今日總共有12個國家 新疹確診數目 都超過了1萬 接著有比利時9200多個 希臘8120多個死亡85人 意大利7690多個死亡58人 伊朗6400多個死亡130多人 斯洛伐克6400多個 泰國5900多個死亡62人 馬來西亞5400多個 匈牙利5300多個死亡165人 喬治亞州5200多個死亡83人 巴西亦將近5000個死亡140人 其他在羅馬尼亞 有4100多個新疹確診 死亡340多人 另外補加利亞3800多個死亡121人 等等